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的是,互联网曾经死过一次 如今我们熟悉的这个互联网其实是烈火重生后的第二次 时间回到2003月,在多种利空的影响下 纳斯达克上的互联网概念股开始集体暴跌 在短短两年内,绝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破产、退市 纳指也被抹去了将近80% 导致全美陷入又一轮的新闻危机 这就是著名的.com bubble 这个在1993年才向公众公开的技术 还没有等来他的十岁生日,就走向了墓地 互联网也和臭名昭著的荷兰郁金乡一样 成为载入史册的经济泡沫 回顾这个死去的互联网第一次 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地方 当下某个热度高到爆炸的技术热潮 几乎就是在重走互联网第一次的路 果然,人类在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 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在公开之初 互联网还带着浓厚的实验性质 80年代的互联网 与其说是互联网 不如说是一个大号的共享网盘 万维网之父Tim Borders Lee 在1990年发布的第一个浏览器 甚至还不支持图片之类的多媒体内容 当然,就那个年代的网速 图片这种收集品一般人也享受不起 第一个支持图文混合页面的浏览器 直到1993年才在伊利诺尔大学的实验室里出现 意图胜千言 这个叫做Mosaic的浏览器 让互联网的玩法上升了一个维度 就像微软和苹果 让操作系统变成普通人都能操作的工具 Mosaic浏览器也让互联网打开了大众市场的大门 Mosaic开发组的组长 是当时还在读大四的Mark Anderson Anderson在毕业后成立了Mosaic Communications公司 基于原有的开发经验和教训 公司在1994年年底发布了一个新的浏览器 Netscape 仅仅过去半年 Netscape就以吹枯拉朽之势 垄断了整个浏览器市场 虽然此时的互联网还是一个小众玩具 全世界的用户加起来也不过千万 但如此亮眼的增长数据 让团队嗅到了金钱的信息 论商业头脑 估计全世界没有几个人比得过Mark Anderson 他在十多年后创立了著名风投机构A16Z 投资了超过1000家公司 可以说是美国科技界的半壁奖商 所以在1995年 Anderson把目光投向了纳斯达克 但是想上市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公司成立还不到一年 也没有任何盈利 要怎么吹才能够吸引到投资者呢 Anderson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我不吹Netscape 我吹互联网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他到处露面宣传互联网 互联网就是未来 市场前景将会无穷大之类的概念 在媒体上被大量炒作 作为当时具有垄断地位的浏览器 互联网最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那么在资本的眼里 Netscape就约等于互联网了 资本市场对这个概念的期待 值到了什么程度呢 在8月9日 Netscape正式开盘前的最后一刻 报价从14美元翻倍到28美元 就算这样 他也在开市的第一时间被推掉了75美元 最后以58美元收盘结束手日 虽然纳斯达克历史上 也不是没有这种开盘手日就暴涨的股票 但Netscape这种完全没有业绩历史 没有任何盈利 纯粹贩卖未来和期待的公司 获得如此成功的上市成绩 无疑是对资本市场的一次历史性的颠覆 这一下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磨合 众多企业看到了互联网的商机 纷纷开启互联网业务 因为硬件软件都还在发育早期 各种网络技术尚未成熟 大家还没有像现在那样把互联网玩出个花来 当时的互联网 最大的价值就是网络本身 作为一个全新的渠道 不管是传播速度还是覆盖的广度 都可以彻底调达报刊 电话电视等传统渠道 只要你有产品 有服务 有客户 理论上互联网就能够帮你把它放大百倍 千倍甚至万倍 本质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电子商务的雏形 有了Netscape的成功案例 资本对这些新兴的互联网企业 统统照单全收 他们甚至都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 简单的在公司名字后面加上一个.com 口头承诺一下 未来将会达到互联网级别的业务规模就行了 比如有一个叫做First Mortgage Network的放贷公司 仅仅是改名为Mortgage.com 再附上一句我们能通过互联网触及全美国的贷款的标语 什么别的都没做 公司的市值就从1亿美元涨到了8亿美元 事后再复盘 我们会发现这些互联网企业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都没有能证明自己的盈利能力 绝大多数都还在亏本经营 其次他们的增长都严重依赖烧钱 都没能够形成良性的营收环境 以及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的业务究竟要如何通过互联网进行放大 都有着不少尚未解决的技术问题 只是这些疑点都没有引起投资者的担忧 他们只是被归类为会随着时间流逝 技术成熟 自然而然会被解决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致末解 所以再多的疑点也没有阻止投资者们 把这些公司的价值推向一波又一波的高峰 缓存软件Cashflow的CEO在事后的采访里 很坦然地告诉主持人 当时这些投资者基本上都抛弃了他们的职责 没有一个真正做到的禁止调查 因为他们都发现了 在这个互联网热潮里 想要赚到大钱 不要做分析师 要做啦啦队长 这些投资者之所以敢大胆入场炒作 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互联网公司 真的能够在五年十年后增长到承诺的那个规模 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早期的持有者 是绝对可以最早离场保证收益的 投资公司Capital Group的负责人事后也说过 当时他们经手了五百多个互联网公司的IPO 其中有接近一半 他们的持有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按照这些公司给自己定下的增长目标 如果股价在八到十块的范围内 还有一定的合理性 还可以考虑持有 但他们基本都是开盘就被炒到九十到一百块 作为专业金融人士 是不可能忍得住不抛售的 于是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 大量投资人入场成为大家队长 带动大量企业开始用互联网包装自己 造出大量破纪录的IPO 让操盆手撞爆 然后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和企业入场 开始下一轮的造成运动 这个狂欢从95年一直持续到2000年 百万富翁 亿万富翁 基本就是上市就送 人人有份 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说 这些互联网企业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因为在90年代 互联网还在早期缓慢爬坡的阶段 不管是受众群体的规模 网络基建的规模 还是各种配套的软硬件的成熟度 都不足以支撑那些股价所期待的增长曲线 所以当新千年到来 美元储连续加息 微软被美国政府用反垄断杀鸡进猴 一些暴团群养的并购案失败 以及多家互联网公司的财报不佳 等等这些利空事件接连发生 从美梦中醒来的韭菜们 陆续开始抛售互联网企业的股票 抛售一旦开始就不会停下来了 市场的连锁反应 戳破了几乎所有挂牌的互联网企业的泡沫 除了亚马逊 eBay等个别有真材实料的企业 其余通通没有熬过这轮洗牌 一个业务加上一个互联网 就等于百亿市值 第一市的互联网就死在这个承诺上 想要搞懂第一市的互联网 为什么会死 只需要搞清楚第二市的互联网 是怎么活下来的就行了 还是用电子商务来举例 如今五花八门的网上卖货方式 和第一市的互联网销售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全流程都是宣传下单发货收钱 但第一市的互联网 只是在表面上用互联网处理问题 就拿宣传来说 当时绝大部分互联网企业 只是简单地开设了一个网站 就当作是打通了互联网 向全世界宣传了 至于怎么吸引大家打开这个网站呢 答案是在电视报纸杂志上打广告 下单发货收钱 这些依赖其他行业服务的步骤 更是完全没有优化 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 就比如下单 当时不少网站只是让你填一个表 写上自己的联系方式 表格在后台通过邮件发到企业 企业再通过你留下来的电话号码 联系你进行下单 有些网站更直接了当 就在网页上面列出订购电话 你自己打 所以第一次的互联网只是一个外壳 内部还是原来的运作方式 没有能兑现承诺也就很合理了 重生后的第二次 人们才真正地开始用互联网思维来研究问题 就比如在宣传这一步 不是有网站就有宣传了 宣传的核心是流量的获取 不管是第二次浏览器大战 搜索引擎大战 还是现在各家APP关起门来搞私域流量 都是对流量入口的争夺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把控流量入口就能把控宣传 而其他步骤的瓶颈也在于 所依赖的外部服务的运营流程 跟不上互联网的节奏 所以在各行业巨头的共同努力下 传统基金获得了产业升级 我们迎来的自动化的现代仓储管理体系 覆盖每一个角落的现代物流网络 以及更快捷的交易接口服务 这些幕后英雄 让全流程第一次真正打通 真正发挥了互联网的规模效应 此时的互联网 才终于兑现了死去的第一次 对电子商务的承诺 你现在倒回视频的开头 把台词里所有的互联网换成AI 把所有时间加上30年再看一遍 你就会发现 这基本上就是在讲当今的AI热潮 这种几乎完美复刻的历史走向 让人怀疑边区是不是在偷懒 就拿现在被严重冲击的软件行业来说 现在资本所追捧的承诺是 因为AI可以自动写代码 所以可以取代程序员 这个成本最高的部分 让企业成本锐减 利润暴涨 就跟电商不只是宣传 宣传不只是上线一个网站是一个道理 一个软件产品要做的也不只是开发 开发也不只是鞋代码 贯穿一个软件整个生命周期的 是反复拉扯的产品路线 系统设计和项目规划 是怎么回复客户那些离谱的业务需求 怎么把一个复杂的功能拆分成几个阶段去处理 怎么在更好 更快 更便宜的无解三角中 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弱点 是在无数的会议 讨论邮件中 投入管理经验 技术知识 沟通能力等技巧之后 得到了平衡所有参与方的需求和利弊的结果 这一切才是奠定一个软件能否获得成功的基石 就像在第39期视频里 我提到Linus用7天发明Git的故事 但Linus实际上早就对BipKeeper看不惯了 觉得他设计问题很多 脑子里一直在构思更好的版本管理软件 只是他觉得这东西能用就行 所以一直都没有动手 直到BipKeeper做事 Linus才一气之下 花了五天时间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写下来 成为了Git 所以在Git的诞生过程中 贡献最大的不是最后写代码的那五天 而是Linus在管理Linus这个超级软件项目的过程中 形成的对于版本管理的需求 是他在用了BipKeeper三年多后 对于现有产品的问题的理解 是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构思的新设计 请问AI要怎么接管这些工作呢 没有答案 不仅是没有答案 现在的AI企业和投资者甚至都没有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 因为在他们眼里 这些就是微不足道的细致末节 但历史的镜子在告诉我们 这些才是被包裹在AI外壳下的真相 就像第一次互联网的那些只有外壳的电商网站一样 他们是迟早会被戳破的泡沫 其实有点讽刺的是 在计算机历史上 少写代码一直都是开发的趋势 比如Intellisense为首的代码自动补权机制 PHP等鼓励重用的templating语言 Spring这种将大量的代码逻辑浓缩成几个annotation的框架 以及拿来主义代表作的dependency packaging体系等等 一生都在为少写几行boiler planes 而努力发明各种新玩意儿的程序员 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 要被只会写boiler play的AI抢走饭碗吧 为什么现代企业一次又一次地踏进同一个坑里 本质上还是top-down结构造成的对底层细节的不重视 在现代企业架构里 领导只抓宏观大方向 不关心技术细节 当一个新技术出现 打开了业务发展的理论上限 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够了 至于要怎么做 能不能做出想要的效果 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那是下面执行的人要处理的 在互联网第一次 互联网突破的地域限制 能让业务触达全世界业务规模翻百倍 就是那个宏观叙事 在当今的AI热潮里 AI能取代人工 能大幅削减成本 利润翻百倍 则是企业掉进了类似的宏观叙事陷阱 那么这一次 泡沫什么时候会被戳破呢 什么时候会从废墟中重生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